诶 诶 诶 你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男生啊 废话 诶 那你有办法证明吧 证明啊 哦 好啊 I am a man 医生 医生 你先不要 哦 是说这个性别议题 现在在奥运在吵沸沸沸扬牙 各位 我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吗 哎 这个就林玉婷的事件嘛 简单介绍一下啦 就是 反正有一批人嘛 他们在吵说这个 林玉婷不是女生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 林玉婷从台湾出生 就被医院判定成是女生 因为外观生殖器的关系 然后他就一路以女性的角色成长到大 然后现在去参加奥运 在奥运也通过一系列的 关于这个男性女性荷尔蒙的检测 他也是通过的 然后这个有一个叫做什么 国际拳击总会就跳出来说什么 台湾是中国的 诶 梦名其妙 林玉婷好像在什么 应该去年吧 做一个检验 然后他们就很奇怪 就说什么 我们不能随便公布 公布这个别的选手的报告 然后又冒出来说 好像有检验套 他有XY染色的体 所以争议就这样起来 有些实验人说 林玉婷被验到XY染色体 所以他是男生 但是他明明就已经通过 国际奥运的这个荷尔蒙检测了 证明他是女性 诶 争议就这么出现啦 有人说要叫他交出那个 他的染色体的那个报告 叫他自己要去检测 那医学上是怎样检测那个性别啊 是看你有没有小弟弟吗 对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你要别人交出报告 也很奇怪 那就像回到我们片头讲 你是不是每个男生女生 你要提出你的染色体检测给我 我觉得这样就怪怪的 其实医学上我们去判定性别 的确在医院出生的宝宝 我们就是看外生死器 染色体这个东西 他也是近10年20年才比较 算流行 比较科技感的一个东西嘛 因为这个研究 他是随着时间同步迈进的 那你想一下古老年代50年100年前 根本就没有染色体这个概念 大家都嘛是看外生死器 有高丸七七男生 那如果是没有 是女性的生殖构造 那就是女性嘛 所以以目前医院医学的常规 基本上并不会特别去考虑 他染色体是XX还是XY 基本上就出生的时候看他的生殖器 所以这个还是目前就是医院端 或者是诊所端 判别宝宝性别的方式 当然现在因为蠻多宝宝在产前 他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基因检测 可能那个时候就会提前知道说 他到底是XX还是XY 可以也不是每个宝宝都会做 这样子的一个检测啊 所以还是主流 我们还是以看这个生殖器的外观为主 那因为我们男女生都有那个第二性症嘛 那最近我也看到有人在吵说 林玉婷他就只有猴杰 那真的超瞎的 林玉婷的那张照片那个不是猴杰 那个就是甲状软骨 甲状软骨就是 就这块软骨啦 其实大家都有甲状软骨的这个构造 然后有些女生就会比较明显 有些女生就会比较不明显 你去看蛮多电视上的女星 因为女星都蛮瘦的 其实他们那块 他们之所以称为猴杰的那块 甲状软骨也是很明显的 其实网路上有很多例子 而且用猴杰去判断男生女生这个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些男生是没有猴杰 我记得统计好像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男生 是没有猴杰的 那反过来讲也有蛮多女性 就像林玉婷或是其他女性的例子 他够瘦 他甲状软骨够明显 看起来就一副有猴杰 所以我们都已经讨论到生殖器跟sy了 有人还在说他有猴杰 我就觉得这个是 不太需要特别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猴杰绝对不是判断男生女生的一个标准 那像第二星星有些例外 就是男生没有猴杰 那有没有真的有 同时有xy染色体 但同时又是女性的这样的案例啊 OK 没错 这就是个重点问题 到底会不会有人 他的染色体是46xy 但是他却是女性 他的荷尔蒙也是女性 他基本上有女性的外生殖器 会不会呢 的确会有 因为其实 46xy这个是一般我们认为是男性的一个染色体 因为男性有y染色体 但是为什么有y染色体就会发展成男性呢 是因为y染色体里面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基因 我们比较熟知的 比如说sry基因 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y染色体里面的sry基因 他有没有启动 其实就是非常决定 这个人他最后会不会变成 就是所谓的男性 如果他是sy染色体 但是他外染色体里面的sry这个基因失能了 他就不会表现出男性的特征 他就会往女性的特征那边去发展 会就会变成这个外生殖器是女性 然后可能有这种有点萎缩的卵巢 基本上你就看不到 叽叽跟蛋蛋 那也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一类人虽然说他有歪染色体 但是他的整个外观 他的生殖器其实都是女性化 然后他的荷尔蒙其实也是女性的水准 他并没有到男性那么高的高骨头 所以这就是这一次的争议所在 就是为什么就是这次会 那么多人吵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世界上还是有不少人 他是有46xy的染色体 但是因为他y染色体 你可以说有缺陷也好或怎么样 他里面某个基因就是没有被 适当的被表达出来 所以他后来他就变成女性了 就像我们讲的我们医院 我们诊所因而生出来 他其实就是有个女性的外观 他会以女性的角色长大 但他却是46xy的这个染色体 所以才有这一次的可能这个例子跟这个争议出现 当然我还是在讲说 林玉婷那是不是46xy 其实这个无从得知 这个是单方面的就是这个IBA 他们提出这个东西大家争议起来 但是他到底要不要提出报告 我觉得你不能要求他 不然我们就可以随便去质疑每个人性别 都要他去交出他的染色体报告 我觉得这个现实就有点太over了 染色体要怎么检测啊 抽鞋吗 抽鞋基本上就可以检测 就是抽鞋跑流程啦 就是基本上是血液里面 就可以去侦测出这个染色体 那你觉得在运动赛事上面就是那个 染色体检测跟这次奥运用的那个 荷尔蒙检测哪一个会比较 就是对于选手来说比较公平 对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点 现在一批人就站出来捍卫林玉婷嘛 就说他明明就有通过奥运的荷尔蒙检测 那他当然就是女性他就当然就可以比赛 然后有另外一群人就跳出来说 他有歪染色体他是男生 他是不能比赛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保障 这个运动员的公平性 主要就是因为男生 他为什么他不能跟女生比 因为男生他有特别高的 高股酮的浓度 这是基因决定的 男生的高股酮浓度差不多是女生的15倍左右 是一个非常大比例的差距 所以男生因为有比较高的高股酮 高股酮是一个雄性荷尔蒙 他会去刺激肌肉的生长 刺激肌肉的力量 所以普遍的男性的力气 男性的这个运动表现是远大于女性的普遍来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两个拆开来 会让他们不要一起竞争因为不公平嘛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所以到底哪个检测是公平的 你这样听完就知道 其实荷尔蒙检测才是公平的 因为荷尔蒙检测像这次国际奥会 他荷尔蒙检测 他其中一个项目就是高股酮 他要确保说 女性选手的高股酮就是落在 女性的那个区间里面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 男性的高股酮是女性的15倍 所以基本上这次领域庭 他其实是有通过奥运的荷尔蒙检测 这个荷尔蒙的高股酮 是在女性的那个正常范围内的 所以他才会通过检测嘛 那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染色体去区分选手 那就会变得很奇怪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 有46XY 但是他Y染色体的基因不表现 所以他变成女性 所以他的所有的高固酮浓度 都是女性的 那你说这样子Y 把他丢到男生去比赛 这样就很奇怪 因为他所有的生理表现 包括他的肌肉强度 包括他的荷尔蒙 都是女性的这个标准 所以在我的观点来看 其实测荷尔蒙 才是准确的 因为他才可以准确的反应 这个人的生理层面 到底是 男性的肌肉程度 还是女性的肌肉程度 那其实也有反过来的例子 有没有46XX 结果表现出 男性的这个雄风 有疾疑也有 就一样我们刚刚讲那个 SRY基因 有些人他SRY基因 他转位到X的这个染色体上 所以有少部分的人 他是46XX这个染色体 但是因为他某个X的染色体 他竟然表现出SRY的基因 所以他变成有疾疑 他的高固酮 酮的一个浓度 也趋近于男生 对所以这样子你去验 他的高固酮的难度 反而会把他分类在男生那边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 大家要去思考说 到底我们验这个东西 是为了什么 我们是为了 选手的公平性嘛 那为了验选手的公平性 当然是找那种 就是可以代表他 身体的到底是 比较男性相还是女性相 然后去看一下 他们的肌肉力量 到底是不是 同一个区间 那以这个观点来讲 其实验荷尔蒙 才是比较准的 因为荷尔蒙才真正去 决定一个人的肌肉量 以及他的生理表现 是不是 男生或女生嘛 所以在我的观点啦 就是奥运这个验法 才是最保障 所有 选手的公平性 而不是 XY染色体 对因为 XY染色体就像我们刚才讲 会失准 他可能Y染色体不表现 或是他X染色体 竟然表现出Y 表现出这个 雄性的特征 所以那样子反而才会 真正的造成不公平 所以荷尔蒙 就是对跟运动表现来说 是比较有正相关性 对啊是直接正相关啊 对啊为什么奥运会直接验荷尔蒙 其实是非常有他的道理 因为荷尔蒙才真正决定一个人的肌肉量 跟他的运动表现 而不是那个肤浅的 X跟Y 因为XY是会出错的 那可以训练荷尔蒙 因为我知道女生有些 男性荷尔蒙比较高一点 可能会长肚子 或什么 对 那他可以训练他的男性荷尔蒙 更强 然后他就可以运动表现更好 基本上可能基因还是占了95%以上啦 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男性跟女性荷尔蒙的 这个高固度的浓度是可以差到15倍的 是非常的高 那的确一些女生他 可能一些天生的关系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肾上线 女性的肾上线其实也会分泌一点点的 雄性荷尔蒙 所以有时候有些女生有什么 多男性的卵巢 或是有些疾病 那雄性荷尔蒙会高一点点 那你说要高到15倍 像男生那么高其实不太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还是以你的基因表现为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赛前要验 去确定他的生理表现 到底是女性还是男性 这样子 那变性人呢 变性人喔 变性人他的XX会变XY吗 或是XY变XX 变性人他们基因一定是一样的 只是变性人如果说他真的要变性的话 大部分都要特别去口服 雄性激素或雄性激素 所以假设他的生理是女性 然后他想要变性成男性 其实他的基因是不会变的 但是因为他要有男性的五官 声音 身材 所以大部分他们就会口服雄性激素 对他反过来也是 如果男性想要变性成女性的话 大部分也会 补充雌激素 那这个东西 要减就一定会被走达出来啦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倒是不用特别去讨论到变性这一块 变性这一块他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是变成说 生理认同跟性别认同不一样 然后他要去外用一些荷尔蒙 但是这一次我们单纯就是 讨论说 其实有些人他 基因是XX 或者是基因是XY 但是可能是因为里面的某些基因出差错 后来会导致他完全变成相反的性别 这个是有可能那以运动的保障来讲 绝对还是以 燕荷尔蒙这件事情是比较公平的 好那这里到这边啊 希望这一题有帮大家解答到这个 性别认同的议题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 没问题 大家在下面留言起来 那喜欢这一类医学科普 欢迎 继续订阅频道分享这个频道 更多的知道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